记者洪辰洪高雄报道,左营警分局执行安居查其计划,冒险攀墙进入一栋透天豪宅内破获毒窟,陆续查获四名年轻药头及七名豪宅内男女,起初毒品咖啡包及放毒脏款,按由警方扩大侦办中文字派出所接获勤资,有四名年轻人组成的贩毒集团禁医,两年来相当活跃, 经侦查发现他们平常以美术馆附近五楼高级透天住宅为聚集地点,四日兵分二路展开收网行动,警方埋伏时,22岁张贤与23岁曾嫌驾车返回豪宅捕获,张贤先行进屋,警方立即控制在外等待曾嫌,带张外出一举成勤,在其身上起出15包印有彩虹恶魔外包装的毒品咖啡包及现金期间, 2400元,张男身上为携带钥匙截据开门,警方担心政务被破坏,冒险徒手攀上仅有半个脚掌宽的围墙,寻围墙边缘进入二楼阳台,在一破窗器击破落地窗后,冲入屋内控制在场二男五女, 起初集团自行印制用来分装毒品咖啡粉的包装袋,XR字养,2000枚,电子棒乘两台,加链带数包及现金18000元,另路人马则前往23岁陈嫌佐营区新上街住处,查获现金54300元, 11日又到20岁庄贤和低路住宅将他拘提到案,警方调查,该集团成员以手机通讯软体作为贩售毒品联系工具, 以轮班方式驾车外出贩毒,他们租用的豪宅每月租金达6万元,生活奢华, 4名嫌犯否认贩毒,对毒品来源交代不清,依毒品罪嫌悚半病裁定积压,另7名男女也否认吸毒, 以采尿化验厘清,警方正追查毒品上游。